耶稣这条道路有一个循环 我们需要有认识、智慧 信耶稣的这种认识 好像我最近有机会在这个英文班里面跟他们分享 讲到我们人可以有很多钱 但是千万不要爱钱 他们都觉得非常值得修习 而且有好几个人说 我一辈子都不知道有这种的说法 我们可以有好许多的钱 但是不可以爱钱 因为爱钱只有我们领来引起许多的罪恶 圣经说爱钱是万物之根 当然我们中文还没有这个把握 翻译出来 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 贪、爱、权财 加一个贪进去 但圣经的原文没有那个贪进 没有那个贪 当然你加那个贪进去就变成不好了 但他英文呢 他只是 the love of money 你爱钱 就是万物之根 他们觉得很好 所以我现在研究 我们需要有这些智慧 怎么样信耶稣 我们要得到这些智慧 我们必须有神的怜悯 我们必须有神的怜悯 神从上头来的智慧 好像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需要钱 钱越多又好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应该爱钱 我们可以有钱 但是我们不能去爱他 我们可以爱儿女 爱丈夫 爱父母 但是要爱神 当然是要爱神 但是不要爱钱 这种智慧 世界上的人没有的 是从神那里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恩典 我们需要信靠神 得到这些智慧 然后得到我们得救的这些知识 然后我们可以照着去做 都是信心 信心 信心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是靠着信 得到救恩 靠着信 在世界上生活 好像有人受洗 有人信耶稣 我昨天有机会 参加个宴会 坐在我对面 是个做生意的人 一辈子赚了很多钱 我告诉他 你可以很多钱 在我今天是你的夫妻 你刚刚坐在我前面 在我对面 所以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爱你的钱 他说 哇 这个好听 我喜欢听 OK 所以我就告诉他 你今天是你很大的福气了 刚刚坐在我对面 而且我有这个感动 要告诉你这样 你有很多钱 没有问题 钱越多越好 但是千万不要爱他 你可以爱你的儿女 爱你的妻子 爱你的父母 最好呢 你能够有智慧 爱天上的父 如果你爱天父 爱这些 越多越好 就是钱 不可以爱 他很高兴 可惜他要回去南美洲了 不能够 今天来听我讲 所以今天我们要研究 罗马书第一章 十六到十七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尽微却相信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那就是这一句话 我刚才解释清楚了 然后呢 下面说 义人必因信而活着 我是照英文操作来的 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译 the righteous 就是正义的人 will live by faith 因为信耶稣 信神而能够活着 继续活着 义正义的人 因为我们信神 能够继续地活着 所以我是这样翻译 义人必因信而活着 所以我就跟他提起来 信耶稣不容易的 信耶稣以前 你必须有几个条件 当然圣经的知识 你必须要有 就是圣经的恩典 给我们能够知道 还有你能不能过诚实的生活 你能不能在生活上面 行正义 如果你不能诚实地过生活 不要信算了 暂时不要信 也不是说你没有希望 将来有一天 你能够诚实地过生活 然后呢 而且如果神要救你 你要得救 在神的生命 你的生命计划里面 在某一段时间 你可以得救了 你就会 神会给你安排这个环境 你能够诚实地过生活 还有 你在生活里面 能不能行正义 如果你不能诚实 不能行正义 那暂时不要了 暂时不要信耶稣更好了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 那你教会有多少人呢 这样信耶稣很难哦 他说 很难 我说啊 现在我们聚会呢 有一百多人 他说 蛤 有这么多人啊 他就很惊奇 要这样的环境来信耶稣 怎么能够做得到呢 我说 上帝恩待我们的时候 就能够做得到 就是因信 因信 因信 一致 因就信 因就信 我们能够有智慧 信耶稣 因就信 我们能够诚实生活 因就信 我们能够行正义 因就信 我们能够回到神那里去 这是那个循环的道路了 罗马书十四章第十六十七节 不可教你们所做的善事 被人说成 被人说成是恶事 因为神的果 就是基督的教会 不在乎赐货 只在乎公义 活平 喜乐 在圣灵中 要背出来 因为你信了耶稣 你因为信耶稣 受洗 在教会里面 成为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就是特别一点 就是你在邪恶的世界 你能够行正义 这就是 在世界里面 分别 神的儿女 魔鬼杀她的儿女 这样分别 这是 约翰一书 第三章第十节那里 那这里 罗马书 十四章 十六十七节 他说 不可教你们 所做的善事 他英文是 Do not allow what you consider 你知道 以为 相信 你行的 你做的好事 善事 就是good be spoken as evil 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们行善事的时候 也要小心 不要给人家 把我们所行的善 能够说成是恶 所以 这以后 我就机会 再详细 跟你解释清楚 我们行善事 是要的 但是行善 也需要有智慧 免得 好像 我突然想起 一个很好的 比喻 好像你在 开车 在马路上经过 你看见 有一对 中国人 给一个警察 挡住在那里了 在那里问 他们讲不清楚 所以你就 我来帮他们忙 是好事 但等一下 你帮得不好 连你也抓起来了 就变成货事了 明白意思吗 理解吗 这是 常常都有的 所以 要小心 不要 叫人家 能够 把你 所做的善事 讲成 恶事 明白 这里是很多 这样的实在的情况 提摩太后书了 第二章22节 我们信耶稣人 要逃避 少年人的私欲 以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什么 公义 信心 爱心 活平 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人 我们知道 特别是纽约这里 全世界 来到纽约 不管他什么人 同一个目标 追求美金 昨天呢 一位年轻人 我跟他谈起来 那个 杨姐妹在 他很高兴 也是讲到 这个钱的问题 OK 不要爱钱 但是呢 你是要来信耶稣 才能够学习 能够不爱钱 他说 他的家人 都是拜菩萨的 我说 那好了 我是你的榜样 我也是第一个 信耶稣的 所以你可以 成为你家族里面 第一个来信耶稣 然后他就觉得 有困难了 然后我说 当然在我们中国人社会 他是女的 我是男的 我们男的 在中国社会 有时候方便 有多一点方便 我不再搞去那些 总言之类的 然后我说 你哪一个美金就来 你看见什么 他是二十块钱 我说对 全世界都看见 这一张是二十块钱 然后我调过来 后面看 你要来这里 修英文 这这里是英文 最好的英文 In God We Trust 金钱呢 是信神的 所以 如果你妈妈 你的家婆 家公 家族的人 跟你住在这里 他们不要信耶稣 也不要你信耶稣 你试试看 你有这个机会 试试看回去 轻轻告诉他们 你说 妈妈 你看 原来我发现 这里美元 是信耶稣的我 那么我们不信耶稣 好像不好用美元 所以以后我们要用支票 用信用卡 不可以用美元 因为每一次用美元来付款 只有帮忙他们传福音 帮忙他们传福音 那么我们拜菩萨 二人要还福音 那不 那成什么话呢 你知道什么话吗 那么 我妈妈会生气咯 OK 那没有办法 世界上 但是 我说 所以我来美国 我来纽约 立志 不发财 我们立志 要好好信耶稣 然后我可以 天天 用这些 美元 天天 给人家传福音 这是一块钱 我们信耶稣的 这是五块钱 我们信耶稣的 这一番钱 我们信耶稣的 在美国这里 真是巧妙 真是好 感谢神恩典 那 我们不要追求金钱 那 不要追求 不要爱金钱 我们要追求什么 公益 信心 爱心 活平 全世界 信耶稣的人 都这样做 这种社会就好了 要记得 我们是要追求 一生下来就在追求 baby的时候 追求 看看妈妈的奶 在什么地方 可以喝奶 明白吗 一生下来就要追求 小孩子的时候 追求玩具 然后年轻人呢 长大了 他要追求女孩子 做老婆了 明白吗 也要追求 一辈子在追求 现在我72岁了 还在追求 我追求什么呢 要理解 圣洁 真理 然后呢 要分享 给全世界上的人 我收到 网站上面来的 回答 回应 他们在 马来西亚 有人啊 把我网站里面 每个礼拜 贴上 上去的奖章啊 寄到 所有 他的朋友 那里去 他们电子邮件啊 一click 就几十个出去了 明白意思吗 你们年轻人也可以啊 把我网站 你网站上面不是 有很多电子邮件的朋友吗 弟子吗 你把我网站 拿上去 然后一click 就几十个 传世界 都传遍了 非常快 而且 你不需要负责 我负责 明白 如果他们能够 click到我这个 录像那更好了 我成就看 你不喜欢听 来问我 你来问我 我告诉你 我拿圣经给你 那 如果你就 我讲这句话 得罪你了 你不喜欢听 你就打这本咯 或者拿去烧咯 你不会怪我啊 你怪我就犯多一个罪 因为你冤枉我 我是照圣经告诉你 我自己照图 这里告诉我们 信耶稣有什么 要追求公义 要追求信心 要追求爱心 要追求魔兵 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第二四 你自己也可以去读的 还有 彼得后书 第三章十三节了 但我们 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小心啊 这是我翻译准确的 一人的家 神为 神现在知道 这个地球已经 没有得救了 要完全有一天要把它毁灭 要造个新天新地 它英文就翻译得非常好了 The home of the righteousness The home of the righteousness 神造了这个新天新地 今天我常常一辈子 学会信耶稣以后 我就望天 天父啊 为什么这些犯罪作恶的人 要生下来呢 我这个是最彻底的 明白啊年轻人 上帝有这个能力 上帝有这个智慧 他可以教这些 因为上帝看见他一辈子 从生到死 这一段里面什么时候他会犯罪 他看见这个人 活到三十岁会犯罪 活到三十一岁就犯罪 我都想到这个办法 知道这个人将来会犯罪作恶 就不给他生下来就行了 那么以后的人呢 不需要去杀他了 明白 他不生下来就行了 还有呢 如果他到了三十岁 三十岁点一 他会犯罪了 三十岁点零九的时候 我就把他死掉了 也是一个办法 我就有这个办法 我说上帝啊 为什么不这样设计人类呢 OK 这里有一点解释 上帝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 只有一种人能够活 什么人啊 行正义的人 清楚吗 这也很清楚 英文很清楚 我们中文呢 不够清楚 也是对的 但是呢 不够清楚 那中文是义人的家 他是 home of the righteousness 就是行义的人 只有好人住在这里的 明白啊 只有好人住在这里 所以我说啊 美国1776年 1776年 开始立国的时候 他要欢迎全世界 所有有困难的人 有灾害的人 受难的人都来美国 他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设立一个移民律法 你来我们美国 我们连每分钱都是信耶稣的 如果你要来美国 你就必须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呢 就不要来了 因为这里不适合你生活 1776年就应该有这个政策 但他没有 现在太迟了 明白啊 他没有这个智慧 那个时候我没有活着 如果呢 我是Jose Washington 可能有这个机会 可能我会想到 我们欢迎全世界 所有有受难的人 痛苦的人都来这里 一个条件 你必须信耶稣 你必须敬拜我们所信的神 如果你不信耶稣 你来这里 不能好好的活的 你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还是要信耶稣 我担保 很多很多人 他愿意信耶稣 因为他会知道 信耶稣的国家是多么的好 生活多么的自由 没有贪污 没有不义 没有人犯罪 这种环境 我们发梦都梦想到 现在我们只能够在梦里面 明白啊 我们只能够发梦 在梦里面 没有人能够抢我东西 为什么他们1776年 建立美国以后 没有这个智慧 你们不信耶稣 就不要来了 所以其他人 我介绍你 你伊斯兰去阿拉伯 阿拉伯那里 生活很便宜 还有全派的 你那里更好 你拜佛教 去日本 开那个Toyota 我会设计 很多东西 传世界 你们要信什么 你就去什么地方 我们自己是信耶稣的 那就很简单了嘛 记得 神会造这个新天新地 是不犯罪的人 生活在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呢 现在我们只能够盼望 这一天来到 我们能够靠着信耶稣 回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去 一人的生命活着 这也是我把它翻译出来了 清楚 因为它英文是 Living the life of the righteous 就是我们活在地上 信了耶稣人 都要有一人的生活 就是行正义的生活 如果你不能行正义 就不要说信耶稣算了 因为你不能行正义 你说你信耶稣呢 约翰第八章 使徒约翰写的约翰福音 第八章 两千年前就有了 两千年前就有一帮犹太人 正在信耶稣 但是呢 他们不遵守耶稣的道 所以耶稣指着他们说 你们是魔鬼撒旦的儿女 你们不是我天父的儿女 因为如果你们是我天父儿女 你们会听我的话 你们喜欢听我的道 你们也喜欢遵行我的道 但是呢 你们现在心里面想要杀我 全世界 神修家 除了我们基督教会以外 他们不能解释 所以他们连英文圣经 也不敢翻译出来 为什么耶稣对这一帮信耶稣的犹太人说 他们是心里要杀他 怎么信耶稣人心里面想要杀他呢 怎么可能呢 他们根本不敢翻译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直接了当告诉他们 因为你们不遵心我的道 你们是撒旦的儿女 你们不是我天父的儿女 耶稣直接了当讲得很清楚 然后当然他们拿石头就要打他 因为他的死